新的MacBook Pro 整个颠覆了我们电脑界的这个笔记本一贯的设计 它一开始就没有给你任何的USB 传统的USB 直接给你4个Thunderbolt 3 这个接口 所以在设备不太兼容的情况下呢 我之前所购买所有的外接的这个USB HOP 像这个样子的 非常非常好用 有多卡器还有三个卡槽 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用了 所以即使支持USB 3.0 没有办法用 于是乎我迫切了需要 勾置一个新的这个 非常好的一个MacBook Pro的一个 外置的一个 好 因为我需要接一些鼠标上去 有时候相机需要接根线上去 有时候再免不了接个移动硬盘或者怎么样 当然我也需要读卡器 这上面可真的是没有读卡器 当然假如说我要需要接一个HDMI的这个显示屏也需要 好所以当你买到MacBook Pro 16版这个带有这个Thunderbolt 3的这个笔记本镇头的时候 配件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乎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自己用的也是刚拿到 但是觉得是一款不错的产品给大家 就是 在我手中有个信封 信封里边有一个叫做Hotu Shuttle 这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看到这个字样USB-C的时候就知道 哦明白了 没错它是一个USB-C的一个拓展 依旧拿到一个可以开封的小东西 给大家简单开封一下 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盒子包装还不错 因为这款呢质量是相当上乘的 好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说明书 也有说明书 它这说明书做的还蛮精致的 直接告诉你怎么用 打开盒子拿出线 Thank you 这是盒子的内包装 盒子里边有包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感谢信 然后输入这个码呢 可以有得到这个18个月的保修 18个月的保修 不少 够用 所以这款产品呢 价格卖的贵 也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提供了这么好的产品 但是呢打开之后让我有点 虚的是它有点脏 是真的有点脏 一股铁性味 打开之后就这么简单 一个叫How to Shuttle 非常非常简单 还不错啊 非常细心 在这个接口这还拿了塑料壳 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了 就这么简单 把它放起来 就这个样子 通过一个Thunderbolt 3的一个接口 提供了1233个USB3.0一个读卡器的同时计 切记 这边提供了一个HDMI的一个输出端 可以支持4K显示器 4K显示器不是改的 最好一个地方是 这边还有一个DC-IN 就是说在你使用的同时 比如说 连接好我们的电脑 接了123455个设备的时候 你依旧可以通过苹果自带的这个电源 还有它的电源线 提供一个一边充电一边使用的功能 所以这个小东西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 随身出门旅行 使用MacBook新版2016款 居家必备 旅行必备 说白了就是必备 这款产品呢 非常好用 没错 就这么简单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日后关注更多有趣的电脑配件 或者你喜欢的东西 记得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有什么意见提一提 让我们频道继续走起来 我是米奇沃克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